出门买东西结账拿出手机一刷就能存进云端发票 财政部在6月到9月期间推出几点抽奖活动 没想到10月份抽奖结果一公布 在网路上引起一片虚声 因为这中奖名单看起来好像怪怪的 仔细一看成型民众第一期中了iPhone 15 Pro 第三期再度中奖两台直接领回家 无信民众先获得饮水机第三期又拿到吸尘器 另外还有两位一共四个人都在不同棋数连续中奖 甚至连电话号码都一模一样 应该不可能吧大片吧内定吗还是什么 两三个以上重复率有点高 说是抽奖的话有点带勉奖 可能会举报 据了解抽奖活动每期都有上万人次参加 曾有民众留言询问已经有一次中奖机会还能抽吗 财政部小编则回复三次活动每人每期仅限一次中奖 当起未中机会就可留到下次 但好几万元的强品同一批人连续中两次 未免也太巧民众气炸了怒吼根本是名单造假 网友大探被雷打到都没这么准欸 搞不好中奖前要闲面试 的确在十月开奖时财政部皆是透过网路直播公布中奖名单 这次给出参与越多机会越大的理由 只是数十万人下去抽超高重复中奖率 集中在这几个人实在很难让人相信 记得潘建人陈萱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